虽知笑于机缘巧合乔朱端倪,金子汉更疑惑的是聂明爵的态度,上次他们谈论气梦,摇,聂明爵还十分挂念,可现在梦爵立了大功,他怎么一副一言难尽的样子? 他却是不知聂明爵撞见梦爵,杀掉金家汝他的修士嫁活温室,更是假装自残暗算了聂明爵一波,让聂明爵深恶痛绝,在场的人中,金子轩的态度自不必说,将成,微无限更是和金子汉一起亲眼所见他,纵火杀害青楼中人,聂怀桑倒是对梦爵有些旧情,却又不敢跟他大哥叫板, 蓝旺居则是,必会以蓝西辰的意见为准,而其余各世家知他出身,估计金子轩,也都不敢轻易表态,以至于当蓝西辰把梦爵,描述成一个忍辱负重,胸怀大意的出于你而不然之人时,在场的人均是神色怪异,金子汉撑着下巴,不带感情色彩的看蓝西辰,之前倒是没发现,他竟然是如此,纯, 善,既有择无君做宝,那不如我给叔父修书一封,再做定夺,堂兄以为如何,梦爵先是在念氏未复时,后写举间信去狼牙,狼牙不成有钱入温室立此大功,这,一桩一剑,无非就是想要争名夺利,认祖归宗,这一点,除了蓝西辰之外,怕是所有人,都看出来了, 金子宣也想通了这一劫,除去温若寒却是大功一剑,若他只是想认回金家,金氏在摄日之争中的功绩也会更大些,他倒也并无不可,于是点头应允,轻描淡写的,金子汉便把一件大功劳变成了金氏的家事,在场的众人懂行的姿势对金子汉刮目相看, 不懂行的也觉得与自己无关甚好,怕是只有孟瑶一人,觉得如耿在喉,他抬头看见金子汉似笑非笑的目光,更是犹如,芒刺在背,此事突然变成了金氏家事,众氏家便都散去,听内止于四大世家,则无君,想认回父亲,我错了吗?孟瑶的长相干净伶俐,七分俊秀,三分机敏, 此时他虽然没有点名,但语气中带着含蓄的委屈和矜持的悲气,却是让人莫名心软,兰西辰不忍,却又不想让他误会金子汉,这几年你受苦了,我知你非是为了名利,子汉他,从未轻视过你,他只是不想让你被救世影响,多谢则无君替我解释了,金子汉发现在学会拒绝兰西辰之后, 他突然对挑衅兰西辰,这件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每每看见他看着自己欲言又止,难过又畅往的样子就觉得莫名爽快, 孟瑶,任祖归宗,你可是想清楚了,金子汉没有在理兰西辰,而是叹了口气看向孟瑶,之前在金明台上发生的一切,如果只会变本加厉,你确认不会后悔。 孟瑶咬了咬牙,目光坚定,这是他母亲的遗愿,孟瑶不悔,金子汉叹了口气,有些人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,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往火坑里,跳,遇见到他的坠落和挣扎,却无能为力,既然是你所愿,那我帮你这一次。 不过,有,见识,是不是要跟泽吴君说明,孟瑶一正,心里千百个不愿,他目光灼灼地看向兰西辰,而听那其余三人皆是疑惑地看向他,想来你也不会主动,将自己放火,烧死了你母亲所在青楼里面,所有人的事情告诉他。 今,紫汉平静地陈述这个事实,看见兰西辰的错愕和不敢置信,以及聂明觉握紧了刀柄的,手,孟瑶,如果不是与本来的面目和人相交,那么你便会终日惶惶,一个谎言必然要用,千百个谎言来源,在你的谎言中知道这个真相而不说的人,也早晚会招惹或断。 我不想让,自己和僵尸的两位公子,在你心中埋下这根刺,所以只能请你先自己面对自己的过去。 金子汉难得以说教的姿态,去说这些话,可面对梦瑶,他总是带着悲天理人的伤怀。 而且其实你心里很清楚,就算兰西辰知道了这些,也只会觉得你做的这些恶事是有好的理由。 他扫了一眼,在一旁带着失望的神色,不敢相信地看着梦瑶的兰西辰,心里微微有些不,是滋味。 他,就是这一个人啊,对身边的人都可以用最大的善意去对待,可为什么偏偏对,自己就可以那么残忍? 梦瑶,匿名绝怒从中来,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这个人,可他总是能一字又一字的刷新他对于人性的底线,那可都是些普通人。 你也吓得去手,所以现在是要做什么? 讨伐我吗? 难道做错了一件事,就要被指着鼻子纠缠到死? 梦瑶没有想到,自己刚刚以为的苦惊甘来,紧接着就要千副所致。 三年多压抑着的,情绪突然爆发,顽固不化。 聂名绝看他如此,更是恼怒,臭刀便看。 蓝西辰反应极快地拿起说越旧,要赢上,却被九哥抢先一步拦了下来。 八下和九哥一相交,聂名绝便卸了礼,收了刀。 他可以和任何一个人刀剑相向。 但,何帮过他好几次甚至可以说在温若寒手里,救了他性命的金子汉不信。 聂宗主,我没有资格带无辜枉死的人原谅他,但平派一个人,也要允许功过乡敌。 刺杀温若寒救下来的这些人,值不值得八下手下留情? 你?聂名绝错愕地看着金子汉,他还记得第一次和金子汉见面的时候,他立足诚挚,血扬,可现在他居然挡在梦瑶身前。 聂宗主,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,我当年既然没有追究,那今天说出来也不是为了。 翻九章,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,他是个怎样的人,做过坏事,但也为天下苍生做过好事。 不能因为他做过的坏事,否定他做过的好事。 谁不想风光济月地活着,可人各有命,实在,不能强求。 金子汉话音一落,聂名绝正住了,蓝西辰正住了,在场的所有人,都神色复杂地正冷,着。 他们都是生来便是高高在上的世家子弟。 他们根本不懂为什么想要的东西不能堂堂,正正地去争取,而偏要耍些隐私手段。 梦瑶看向金子汉,这么多年来,第一次感到委屈,之前被误解,被羞辱,被指责,他最多不过感到生气,难堪,愤恨,可他从来都不敢问,凭什么自己要遭遇这些? 一旦,问了,就好像自己选择了向命运低头。 可今天金子汉站在他身前,跟这些高高在上的世家子弟说,这不是他的错。 他不需,要因为自己的品格不够高尚而羞愧,虽然做了坏事,可他也可以选择做个好人。 他抬手失去了不知何时在眼角将要滑落的眼泪,如果可以,他又何尝不想做个好人。 大家喜欢的周末来力量。 感谢观看